我们确实是做了极大的让步 当然这个话我只能在这里说 如果我跑到中国去的时候 那可能我又要下台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 但是美国方面呢 还要我们做更大的让步 我倒不是当心要下台 我当心你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 恐怕我们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我们认为这种开放 引入竞争的机制 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企业的发展 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朋友们 这个开放也不能太快了 我们只能够step by step 如果一下子要我们开放 就很可能出现东南亚国家 去年的金融危机那种情况 他就说 我不满意美国政府单方面公布团团 美国方面把所有的文件 也就是说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要求 全部都公布了 而且说我们已经同意了 我们没有同意 既然美国政府开架不断提高 中国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勉强签住一份 有歧视性的协议 你要的过多要的过快 最后可能你什么也要不到了 美国近几年不断有人提出中国威胁论 朱镕基说中国在未来十几二十年 在军事和经济上面都没有可能超越到美国 就算现在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出现磨擦 中国也不会视美国为敌人 有线年记者胡力汉在美国华盛顿报道 朱镕基在华盛顿又分别会见过美国副总统 过去的会谈焦点仍然是集中在贸易问题 朱镕基说只要美国肯输出更多的技术去中国 必定可以在十年之内 将现在接近六百亿美元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变成顺差 不预期目前在美国正在谈论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那么过了若干年以后 也许在中国要谈论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那就是说中国是逆差 格尔夫总统问我究竟是多少年呢 因为我说了一个sever years 他问我究竟是多少年呢 那我就说less than ten years 除了贸易之外 人权问题也是另一个触合的议题 朱镕基说他看过一份报告 相信美国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的速度 比中国还要慢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 中国每天都在改善 它的人权的状况 而美国在改善它的人权状况的速度 似乎还不如中国 朱镕基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天 除了和美国签署了两份 共同研究发展天然气和环保的协议之外 也和美国签订新的民航协议 同意将中美之间的行单数目增加一倍 而朱镕基也和16位美国国会议员见面 进一步解释中国的贸易和人民政策 朱镕基一直强调 今次来美国是要为美国人消消气 減低未来的反华情绪 所以如果美国首位说要抗议与新政委 就说中美之间的矛盾 其实并不是一朝一朝之间的事 我认为这种困难的政治局面困难 但是我认为这种各种合法 但是我认为这种各种各种各样的邮导 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 为什么我们这里有一个困难的政治局面 我认为是因为有些事发生的地方 很远远的地方 美国国会现在正在休会期间 对于朱镕基来说 这次的访问可以说是一个适当的时机 因为在国会里面 部分反对中国 也有批评中国营兴状况的声音 暂时不会影响到朱镕基的访问 也不会为他带来尴尬 有线电视记者姚健文 在美国华盛顿报道 另外朱镕基 请不吝点赞